弟兄兄妹们 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 处理充足的智慧 是根据真言第25章16到26节这一段来思想 真言大家都很喜欢念 但是有时候觉得不容易明白他的真理 一句一句的智慧格言其实是表达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的原则 但是有时候怎么样可以比较彻底全面来了解这些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读真言的几多个困难就是他一句好像单独存在 以上句跟下句有时候不太能够连接起来 但是今天我引用了一段 真言的经文是25章16到26节 你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每一句似乎是单独的格言 但是其实他跟上下文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就这一段经文给他取一个题目叫做处理冲突的智慧 冲突一定存在的只要有人一定有冲突 有时候就算没有人我们也会跟自己冲突 但是有智慧的人知道怎么去面临这个冲突的事情 你知道怎么解决 而不是像愚昧人一般你要冲突我就跟你冲突 你要斗我就跟你斗 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教导 一方面可以教导我们自己要小心 不要知道冲突 一方面也教导我们面对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存在一个敬畏的心 有智慧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教会是一群人一在一起的一个地方 是上帝护照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罪人 然后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组成了教会 所以人与人之间都有问题 我们自己也有存在许多的问题 但是怎么样同时跟许多人在一起 又可以过好像看起来和谐 也能够彼此饶恕 彼此艰难 彼此帮助的一个教会团体 这个是靠上帝的恩典 但是要学习怎么样去遵照上帝的吩咐 所以今天我就引用这段经文来谈这个事情 那么他有大概十一节的经文吧 你得了命吗 只可吃狗而已 恐怕你握宝就呕吐出来 第十一节 你的脚要少进灵舍的家 恐怕它厌烦你 恨恶你 作假见证陷害云舍的就是大锤 是力刀是快剑 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 错骨缝的脚 对伤心的人唱歌又如冷天脱衣服 又如剪伤倒醋 你的头蹄若饿了 你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 你就给他洗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野花也被赏识你 北风生雨 采放的舌头也深入荣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以争吵的妇人总住 有好消息 从远方来 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 一人在二人面前退缩 就好像汤魂之泉弄出知境 所以你看这段经文 其实是很不容易明白的 虽然每一个字 你都认得里头的道理 深入去想 其实有很多需要深入 需要圣灵的帮助 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些智慧的道理 真言不是像一篇讲论 一个诉说 很详细的把这个道理讲解出来 这些人很像放 我都放个 这个powerpoint 一张一张一张的把它打出来 每一张的内容是那么精练 那么准确 你用字很少 所以有时候 若不深入 是不容易去明白它所讲的道理 那为了方便我们能够了解这段经文的道理 所以我把它分成五个要点 五个智慧的原则 这五个智慧的原则 其实是关系到怎么处理这个宗子的问题 我们的生活是很实在的 我们信告神 我们有好的信仰 那最大的挑战就是在逝去的生活上 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信仰 神的教导可以实现出来 所以在生活上 我们经常受到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考验 而这些考验也蛮好的 因为它能够展示 是否我们所信仰 跟我们实际上有关系 所以在智慧书里头 也在真言里头 就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在各方各面 也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而晋慧要把就是智慧的开放 智慧也不是人为的思想 智慧乃是从神来的一教导 从事现在世纪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要处理自己愚昧的本性 就是说我们乱讲话 这是不好的 我们随便发脾气也不好 心里嫉妒别人的成就 这个也不好 骄傲不好 所以这些所谓愚昧的事情 神经说都要把它去掉 取而代之则是一种 有智慧的一种行为表现 智慧是从心里开始 不是从行为开始 等于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甚至保守一切 因为心是一切行为的起点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理解 就会使我怎么违人 所以让我们的心先被神改变 怎么改变呢 要想服在敬畏神的原则上 第二呢 要把智慧的道理 变成我们生活的原则 所以今天特别谈到这个冲突的问题 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提到五方面 我把它分断而且也蛮清楚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懂得划分界限 这个是蛮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要违避三种人 有些人你要避开他 你不避开他 已经肯定跟他撞扯的 所以这些人也要违避 第三要以善生儿 第四要违避恶主的话语 第五要坚持立正义的立场 记得吗 不记得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则 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则 要批免抽屠 要学习辨别这个界限 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界限在哪里 很多人是不分界限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也是你的 不是我的也是我的 这个叫做不分界限 所以意思说他不太知道 在人的社会里头 其实是有些boundary 这个boundary很重要 那神叫我们有智慧 要遍遍这个boundary在哪里 我举很多例子 来思想这个boundary的问题 有些是不这么严重 有些是很严重的 你们喜欢吃puffet吗 喜欢吗 到这个China buffet去 什么是puffet puffet就是包肥 包肥 我们去吃puffet 付十块钱 把那个食物 真的是三排四排那么多 今天食物太丰富了 真的是外人的钱 可以吃得随里吃 你看到那么多食物 有时候要考虑到这个boundary的问题 什么叫boundary 就是说我们是独子饿才去吃puffet 第一盘 满盘回来 这一个我叫做通鸡 你知道通鸡吗 because I hungry 吃了一盘 真的是解决我这个饥饿的问题 第二盘 你不会说吃一盘就不回去 很少人说去宝贝吃一盘就不回去 所以你第二盘回去的时候 以为是拿了一盘 那个我叫做享受 enjoy 你不能只是吃饭 只是为了通鸡 去吗 还要enjoy 第二盘 那我也发现很少人做这个两盘 就不回去 第三盘 那什么第三盘呢 就是吃回本钱 有天更厉害的 第四盘回去 第四盘是为 为明天吃的 所以你发现去宝贝的人 常常都有个困难 就是没有办法知道哪里是可儿子的 所以每次去宝贝的人都是吃得过饱 很辛苦 回来还要吃味药 还要做噩梦 然后过一个的bayo再去 所以这个叫boundary boundary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辨别这个界限来 因为神造人造社会都有些界限 你不能够随便进去 十六集说 你得了蜜吗 蜜好不好 好 好 但是他到底可吃够于sufficient sufficient 够 蜜 你说不是很好吗 我可以吃两罐吗 可以啊 那你就会嘔吐出来 意思是说很好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多做过这个界限 他就有反效果 这个智慧的道理很重要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智慧 你一定要学习 念任这个界限 而且知道过界就出问题 第17节就解释了一个例子 你的脚要少见临摄的脚 那恐怕在厌烦很问题 临摄就是朋友 你到底去看临摄 在古代 他们是很喜欢的 今天呢 你要看人还有没有朋友 要打个电话 都不说我可以来找你嘛 都不说我可以找你嘛 在古代是 没有电话 也没有email 也没有什么wechat 要来就来的 看朋友什么过 你去看朋友 他也很高兴 他都还要欢迎你啊 都不是你来找我 茶啊 水啊 饼啊 全部摆出来 面包随你吃 明天又来了 对不起又来了 当然他说 哎呀 你还是欢迎你 但是就不像头一天那么丰富了 有茶没水 然后可能他又来了 你做过界限 就产生反作用 本来朋友是喜欢的 但是后继之后 他就开始厌烦恨 意思说 做过界限 你会把好朋友 变成你的敌人 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我常常在听一些弟兄姐妹 要谈到家里的事情的时候 那其中一个常常起冲突的事情 就是这个 我们叫in-law 关系 in-law in-law 我来看儿女了 他忘记了 他还有个媳妇 整天去厨房弄东东西 你知道厨房就是那个媳妇的 小王国来的 你不能随便侵犯 这是他的家 这不是你的家 那你不辨认这些问题 就开始起冲突 你跑到他的睡房去 你说 我的儿子小时候 我就跑到他的睡房去 但是小时候他没有结婚 那是结婚 不一样啦 你不能随便跑到他的睡房去 这个叫做 过界限 boundary 你即刻就冲突 所以我们常常处理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本来大家到过先进同学 房来住一两个月很意外 结果发现 不意外的离开 很可惜 说话也是一样 到底我们要讲话 再讲多少是一个boundary 圣经没有错 你讲几句就可以了 没有这样的诫命 没有说一诗一条诫命 一天讲话不能够超过两万个字 没有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boundary在哪 如果不知道boundary在哪里 圣经说 多元多云难缘 有过 超过的 想太多 所以要解决冲突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避免一个 能够产生冲突的一个环境 这个是第一个在这里所讲的 你可以从这里去联想 我们生活上有许多的时间 要boundary 你在加州 其实在高速公路开车的 boundary是多少里啊 六十户 你早上开机里过来 我几乎大概每一个人都是七十八十左右 本来我在Lankester 住在一个地方是非常农村 而且有这个Armish 我们的Armish 礼拜天也去做礼拜 因为他们是 不是开车 他们是动马车去的 你知道马车 一个小时多少厘吗 大概十五二十厘 所以有时候跟在他们的后面 我们也是开三十厘 二十五厘 然后汽车更多马车 在前面的时候 但是我也很快乐 但是来到这里 现在三十五厘不行了 被人家骂死了 只是要开到五对少为六十五到七十五 boundary速度也是一样 工作也是一样 你工作要多少个小时 你跟人家社交发多少小时 你去在WeChat电话里头 玩多少小时 你这一些 boundary你不接电 只是给自己带的问题 第二个一方面 违避三种人 你要记得这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要辨认这个 boundary这个界限 要避免冲突 有时候要注意一些人 因为这些人是很容易去冲突的 虽然圣经教导我们 要跟人家来往 要学习爱人 但是也不是说 要没有智慧的去 来往 要知道有些人 会造成问题 这边提到三种十八节 第一种人要违离他 就是做假见证的人 做假见证陷害临摄的 就是大锤利刀是快见 这边提到一种人 他们随时随地都会造成冲突 就是做假见证 什么是做假见证呢 这个做假见证 其实是一个法律的名词 意思是说 在法庭上做假见证 在公正的事情上讲假话 然后造成人的伤害 所以在实践里头 就有一条说 不可做假见证 只有一类的人要很小心 they never tell the truth 他不讲真理 而且他不讲真理 不是就算了 他不讲真理 会伤害到我们的利益 这样的人要避开 下面用三个语欲 大锤利刀和怪剑 这三个都是军事武器来的 所以可见这些人 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堆卸人 这样的人 我肯定不跟他交朋友 我要注意他 因为他会带来很大的冲突 伤害 这样的人要小心 第二种人叫做不忠诚的人 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 好像破坏的牙 错骨 红的脚 这一节经文有两段 上一段讲到 犯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 犯难就是说 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有需要的时候 最好的依靠就是朋友 就是弟兄姐 但是 有一种人 叫做不忠诚的人 是不可靠的 这个不忠诚的人 在这里翻成不忠诚的人 其实在希伯来文里头 主要是讲到 这些人行事为人 很诡诈 意思说行事为人 诡诈的人 就是说他假之以为实 但是背后做之以为实 很有手段 很有办法掩盖他的一些做法 叫做不忠诚的人 那这些人 你要小心 你要回避 因为 你可以跟他来往 但是你知道这些人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去找他 他不但不帮你 他甚至说帮你 其实是没有帮你 意思说这些人 你要回避他 他有表面 他是没有尸体的内容 所以下半句 有了两个名誉 好像破坏的牙 那我们都 有牙齿嘛 这个牙齿有时候坏了 如果不注意 你一咬 什么硬的东西 他整个就裂开 那就叫破坏的牙 他看起来好好的 似乎有功能 但是你一给他压力 他就破坏了 还有这个脚 和骨头也是一样 你是一只脚 我可以走路 但是你走的时候 他就开始破旧 所以这个叫做骨头的脚 所以意思说 有些人摆在那边 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你实际上 要求他 需要他帮忙 说礼拜二 他完全就没有作用 这样的人 正也说 要学习地盔 第三种人 叫唱反调的人 有些人很喜欢唱反调 有时候我看这两个夫妻 看到一对夫妻 哎呀 两个都会没唱反调 他太太说 我们去东 去西 什么事情都有意见 就是不同意 那不同意 其实分析起来 并不是说谁对谁不对 他有一种心态就是说 就是要不同意 他才觉得有成就感 enjoy disagree with you 所以我就分析的时候 发现很多夫妻 吵架 都是出于这样 现在我就是不同意 他们说去吃西餐 他再说应该吃中餐 他再说吃辣 他说我今天也不想吃辣 我要去教会 然后我不要去教会 一一说 这个叫唱反调 那唱反调很容易起冲突的 我叫你们一个夫妻幸福的秘诀 想不想听 想不想听 就同意 你对我讲的东西 就没有问题 尽量不要唱反调 就是不同意也符合 一发现生活就和谐了 因为很多事情 实际上来说 都很相对的 吃辣不吃辣 去东去西 中山山 很多这些小事情 那如果在每一样事情 大家都表示不同意的时候 不同意很多时候 是我内心的想法 是我要这样做 那一发现冲突就起来 所以很多时候 夫妻的争吵从这边开始 学习不要唱反调 那我不是说不要讲真理 等一下我最后会谈这个事情 我都唱反调 对伤心的人唱歌 这个唱反调 伤心的人喜欢听的吗 安慰 对啊 你跟他唱爱歌干什么 或者说唱赞美食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个伤心的人 唱歌就是这个意思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一个牧师来的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在 心脏有一点问题 医生也跟他说 你这个孩子 不会活太久 可能两三年 就 就会过去 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动了手术 但是还是不能解决 最后这个孩子 大概三四岁就过去了 大家大家都很伤心 尤其是参加 他们那个最深礼拜 在埋葬里的弟兄姐妹 也是很伤心 因为他是牧师 所以也有别的牧师 也懂参加 牧师有时候因为 习惯一些属灵的讲话 有时候 忘记了在什么场面的时候 会讲错 我们牧师 常常都会说 感谢主 感谢主 牧师 我们都会这样讲 对啊 很好啊 感谢主 看你来就会感谢主 今天你能够回家感谢主 你升级也感谢主 所以这个最十礼拜五 那之后 这个牧师 另外一个牧师 就去对他们说 哎呀 感谢主 他的心里我们明白 他其实是表达他的忧善 但是讲到还有一千度在神的手中 对吗 感谢主 从神学上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牧师太太听了 哇 伤心的伴侣 我过能够感谢主 为什么 他失去一个儿子 怎么感谢主 这个叫伤心 对上间唱歌 Round time 不对的时间 你们读岳伯记吗 岳伯不是有三个朋友吗 那是三个朋友 今天岳伯受那么大的苦 就从老远的地方来 想 圣经说想安慰岳伯 直接说安慰岳伯 我一看岳伯 那么可怜 三个朋友 坐在那边陪同岳伯 多少天没有讲话 七天 没有讲话 七天是很长的 三个男人 四个男人 坐在地上 七天一句话都不讲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 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神经 我在看神经的时候 我想 如果我换成三个姐妹 不知道给那一天 三个姐妹 坐在四个 解说安慰岳伯 大概 我不知道 不要问我 但是这三个朋友 一开始讲话的时候 你发现 哇 整个温度就上升 就争论 就争吵 就皮子辩论 人为什么受福这个问题 所以整个岳伯记 差不多一半的经文 都是在这里辩论这个受福 为什么受福 而且说 唐的原因 一点都跟岳伯受福 没有关系 最后大家搞得非常不意外 结果说 像你这样的朋友 我才不要 因为你把我当做你的仇敌 对伤心的人唱歌 就如冷天脱衣服 又如剪上倒处 人家说要很小心 要有智慧 有些事情不能做过头 也不能唱反调的太厉害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这是July 28 就是7月28日 这是CNN的一个新闻 讲到在尤大洲 美国的Yuta 有一对夫妻 做这个到Alaska去Cruise 我也想这个将来有机会 我也要去Cruise 不然去玩 去渡轮 去看这些冰山 是很好的事情 他们做的那首船叫做Emerite Princess 你们有没有知道 听报这个 差不多在船上的时候 发现很大的事情 就是这个 这个先生把他的太太杀死了 去渡轮 去游玩 怎么会把太太杀死呢 然后把他的尸体拖到这个Desk那边去 当然他就被抓住了 照着那个警察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把你太太杀死呢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 She would not stop laughing at me 你知道吗 你知道男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对男人说 就是他的 self-respect 你知道懂这个 你不懂 参加婚姻的课 女人最重要的其中一个 她就说 Being love 要得到爱 男人要得到 尊敬 女人要得到 爱 你搞乱这两个东西 就麻烦了 你看 她说 She stopped laughing at me 结果把她杀死 然后她在讲一句话 My life is over 她知道她做不对 她知道她的人生没了 从此坐见了 但是你看 这个就是冲突 你没有解决 有时候造成的后果 是很可怕的一个后果 所以正言讲得很重要的 对伤心的人唱歌 就是冷天脱衣服 冷天是应该给她穿衣服 给她脱衣服 不是人的办事吗 那个简 简是那种严肃 就是你一碰它 它就会爆的 就会热烈起来 如果你在简上一倒出 等于就是火上加油 所以在人性里头 有一些特点 要小心不能随便碰它 我们信主的人这些问题 我们得到圣体的帮助 我们慢慢去克服它 以前一碰就爆炸 就生气 现在可能我们稍微忍耐久一点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 要有智慧 有些东西不能够要小心 是简你就不要倒出 你倒出它就会爆 冬天就会把人家衣服脱下 你要给他穿衣服 三种人 记得这三种人吗 不记得 我跟你温馨一下 一个是作假见证的 一个是不忠诚的 还有一个 你没有记得 不然我跟中文神拼命讲道 你拼命忘记 第三个要你三 好 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或者是 人家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甚至焉恨我们的事情 肯定有的 没有 就不算有在这个世界上 攻击我 批评我 对我不好 但是 如果你对我不好 我也对你不好 那肯定就是冲突了 你要吵架 我跟你吵 那个就是冲突 但是真眼教我们 就是说 你用恶报恶 肯定就是没有果效 两败俱伤 不然就是彼此灭亡 所以他教我们 一个就是说 你怎么样 要以撒那个圣 二续节说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 就给他水喝 本来是 朋友我才给你饭吃 我才给你水喝 如果你是恶人 我怎么会给你饭吃 给你水喝 就算 你是要给你饭吃 给你水喝 我可能也在帮你楼下天煮啊 人的心是这样想的 但是神叫我们 这个没有智慧 智慧就是说你仇敌饿了 你给他饭吃 可能你给他水喝 所以他教我们这种表现 自在跟世界人的表现是刚好是相反的 他们想都没有想过 说我的仇敌我要给他饭吃 给他水喝 还要为他祷告 还要谢神 神是卡给他 但是这是神的方法 然后下半节就讲到一个 比喻 他说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也被赏失 有两句话 一个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我曾经提过这一个比喻 那个姐姐家都不太能够确定 或者有一致的解释 就是有不同的说法 那表面看起来 把炭火堆在你的头上 好像是要对付他的样子 你的仇敌 特邀请他来你家里BBQ 给他吃肉 给他水喝 完了之后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所以这个解释下 有争论 有些人甚至根据埃及的一个例子来讲到 说明他的道理 这个也不通 不过呢 就是说比较传统的一般说法 也不是说完全确定 就是这个道理 从奥普斯丁的时候就开始这样讲 他说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这个动作 不是自意的 不是说真的把炭火堆在头上 烤了 而是说这个动作 这个批语是说明 是让他感觉到羞愧无名 就是悔改 哎呀 我的 你看我对他那么不好 他也难对我那么好 所以心里穿这种内疚感 这是一般解禁家的传统 所以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圣经 在各处的地方都教导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说 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其中一个 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够以恶 反而以恶报恶 因为我这样一做的时候 那基本上 我跟他没有什么不同 he is evil and you also 他愚昧 我也愚昧 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真言那个二六四吗 记得二六四吗 不要照愚昧人的情况化回答他 免得 你讲他一样 二六四 记得 因为实在来说 你对我不好 我对你不好 这一种比较容易做 你不比较容易做 但是你对我不好 我要对你好 这个人要操练 要操练什么 控制自己 管理自己的脾气 还要操练安心 还要操练那个有量 你当然这个操练的过程本身 也是上帝用来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 对吗 没有东西操练不会成长 操练成长的时候 你发现这些不想做东西 对的东西我不想做 我去做 等到我做到的时候 I am a different person 神经常讲 神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而且最后他说 耶和我已被赏失 因为我们人都需要公平 要公平啊公平 但是公平 上帝说不是你去讨的 是我给的 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做对 上帝自然知道什么 赏失 这个就是有信仰的人 这一个好主 一事要违逼恶毒的话 北风生雨 财邦人的舌头也是怒毒 宁可住在房屋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以争吵的仆人投注 这边讲到二十三节 又讲到这个舌头 就是话语 财邦人的舌头 就是在背后讲的一些坏话 宗商人的话 叫财邦人的舌头 然后二十四节 也讲到这个争吵 然后这个也是原语上的一种争吵 有些恶毒的话要避开的 北风生雨 要了解这个巴勒斯坦的气候 我们现在在Florida是南风生雨 很麻烦 你们知道Florida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北风生雨在巴勒斯坦的雨水 通常是西边来的 地中海西边吹过来 就会有雨水 大部分的雨水是从西边来的 所以耶稣也说 你们看 那些云把雨水带来 它是指西边的雨 会把雨水带来到巴勒斯坦 但是偶然在北边 就是西利亚那边 也会有云彩过来 但是这边的云彩 一般上是不会下雨 因为北边是沙漠地来的 像我们加州差不多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云彩 大部分都是从太平洋西边来的 你很少看见 从山道阿娜和雨水 这个云彩过来很少 就算有云彩 有时候也不下雨 西风生雨就是正常的 北风生雨这个不正常 所以每次北风来的时候 人家都会不会下雨 结果它拼命给你下一场 所以造成人家大乱 也没有欲望 预期它会下雨 也没有即时收割这些庄稼 结果都给它破坏 北风生雨 不好 但有一些人呢 就是无端端就会讲一些话 叫做裁判人的舌头 那就是没有情况 没有意料 他会讲一些坏话 去毁谈 伤害一个人 而且是没有道理 也不识记的 叫做裁判人的话 也深入路 你一讲这个话的时候 那个人听见一定是很神奇 所以这个自然的反应 如果有我们被别人批评 在外面讲一些不对的东西 我们听得传回来 我们都很神奇 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呢 所以这些人有时候你要小心 因为他们到处在后面讲坏话 所以正眼提醒我们要防备这些人 然后第二十四节 就讲宁可住在房角的 房顶的脚上 布置在宽阔的房位 这一个是一个叫做更好真言 就是比较两统的情况 当然这个真朝的妇人要解释 不然我们会以为说 哎呀 朝一点架就是归在这一类 这个真朝在希伯来文 是用这个文法叫做 participal 分词 分词的意思你们明白吗 分词participal 比如说go go的分词是什么 going go是普通动词 going是正在进行 一个分词很重要的 我们这个中文 中文是没有分词的 就是这个以太 去就是去 没有说去也没有 有些我的儿子在小时候在洗澡的时候 你知道这些我们的孩子 他们主要是英文教育 很久不出来 我说你现在里头做什么 他说我在洗澡为你 用洗澡为你 所以洗澡 因为他正在洗澡 你要加ing 不然他不能够表达 那个干音 我中文出去 这个真朝的妇人是用participal 就是说他争吵运 然后争吵运就是说他不断的跟你吵 不停的吵 早上起床也吵 中午吃午饭也跟你吵 晚上也跟你吵 半夜起来做梦也跟你吵 这样的妇人 那个丈夫做不了 搬到哪里睡 五点嘛 你以为搬到屋顶 他就不跟你吵吗 他敲你的屋顶 所以有另外一件真言讲到 林可住在什么 荒野 为什么跑 我说他想 怎么有屋顶跑到荒野 因为他太太不放过他 这是我的解释 所以你说有时候 这个太过分的援引 这种争吵这个字 因为争吵本身是不好的一种 一种一种行为 还有那个毁谤 这也是不好的行为 所以在言语上 过分在其滥用 是发挥的原因 通常是会把人 推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要学习 离开 回避这些 好 第五种 要坚持真理立场 有好消息 有好消息 从远方来 就如拿凉水也口渴的人 一人 在二人面前退缩 好像 湯昏之泉 肉 蛀之水 那二十五天讲到 常常代表我们一种喜乐 就是Good news 好消息 好消息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学习 把好消息 带给别人 我们也希望 得好消息 困难 然后二十六节讲到 就是说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 坚持真理的立场 不能说只是因为要避开冲突 我就别开车 为了不要冲突 我就什么都不管 有些人说 合适 没事情 少一试 好不好 多一试 这个叫做 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该坚持 真理立场 要坚持 然后二十六节 用这个一人 在二人面前推缩 你知道这个世界二人 很盛行的 唯一能够 阻挡他们 制止他们 就是神的 先行的义人 如果没有这些义人 在世界上 就罪恶的犯案更 广泛 这些时候不能够退缩 那为什么人退缩 因为我们害怕不是退缩 你怕我不是退 明明是对 但是因为害怕 我也不去坚持 这个退缩就是没有不勇敢 你说要勇敢 要真的勇敢 不是表面的勇敢 有一个人 他认为自己非常有勇气 也很勇敢 而且口头上常常 跟人家说 我是很有勇敢的人 再问他说 你怎么勇敢 他说 我曾经 看到一只狮子 你跟他打斗 我就切断他的尾巴 勇敢吗 很勇敢 你敢切断狮子的尾巴吗 人家说 为什么不切断他的头 我因为头已经给别人家切断了 是假勇敢 但是一些独民讲的叫真勇敢 在一个团体里头 通常人可以分成四类的 尤其像公司也好 教会也好 这四类的人 一种比较勇敢的人 什么勇敢的人 就是说 这些人很勇敢 他就有对的事情 我们就去做 是符符真理的事情 他去做 就算没有人做 我还是做 这些人真的很勇敢 在圣经里头 常常就是这些人 没有人做 他们做 像牟系一样 没有人要拜祢 所以神的先知等等 都是这一类勇敢的人 他们也不怕事 不发不代价 为了主 为了教会 为了利益 他们就很勇敢 第二种叫对抗 对抗叫confrontational 就是说他们总是看到有一些问题 那就是confront 在公司也好 教会也要尝尝一种confrontational 喜欢对抗 喜欢不同意 第三种人叫做 顺应的人 顺应就是 就是哎呀 你们要怎么就怎么样 那就没有立场 没有立场 第四种人叫做不管 I don't care 无所谓 有时候我在想 主的教会有时候 也有类似的一种情况 特性 有些人当然很勇敢 为了主 付出代价 也不在乎 其他的事情 愿意谦卑 服侍主 但我们需要很多这一类人 你很勇敢 二十六节很重要 下面那个一人在二人面前对错 假设一个一人在二人面前对错的话 不是说没有后果 因为好像 贪婚之前弄出知景 又是一个后果 是什么意思呢 他下面讲的就是说 他是用个沙漠的一个比喻 比如说在沙漠里头 都很干燥 我看到 水源是非常宝贵 你难得看到一个水源 所以在沙漠里头 假设说我到那边的时候 哇 我看到一个瓷子 我就去把它 什么 汤坤就说把它弄呢 很足啊 还有一个水井 我也把它放些足下去 后果是什么呢 后面的人就没有水喝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不在真理上占领的话 我们的后代就是喝那些三个水 我在看到 这个在祖前 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 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是逼迫基督徒最大的一段时间 你只要是基督徒 罗马皇帝去 叫你 说我不是基督徒 然后你还要去给那个 罗马的那些偶像 规拜 那你就可以免疫死 所以当时都基督徒很难 如果你不站稳 那你就基本上 你就不要走基督徒 如果你要站稳的话 你可能会到这个受藏被尸子去掉 你要不要站稳 感谢上帝啊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站稳 所以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 上帝就兴起康斯坦经 从那一阵子 整个罗马帝国就会改变 所以在以后等千多年的时间 罗马是 教会这个很重要的机会 因为如果这个池水上游动出了 我们几百一千年 我们的后代都适合了一些不干净的税 没有真理的税 充满污秽道德的税 尤其在这一个时代 我们要学习坚持真理 我今天讲的五个原则 五个 成功处理仇徒的识毁 最后呢 以这句话 我们一同来背 做结束 因为你的华法是自主的态度 以华人表示自虐和讯会 我们来唱一首结束诗诗诗诗诗诗 回应诗诗诗诗 以信实你的信心广泛 我神我天父 却不穿多一样藏在你心 你不上一样藏在你心的义 直爱 我无担忆 无事无中 与生许恶无疾 第一心事多大 第一心事多大 每早前此相亲 不复安慰 我一直需要 一种丰富与美 第一心事多大 现在多生 第二心事多大 中下秋冬四季 又在中守着 日月新晨许恶 许恶无疾 宇宙万物都被造 无处见证 术说天空 我难其事仁慈 第一心事多大 第一心事多大 每早前此相亲 不复安慰 我一直需要 一首我付与美 第一心事多大 现在多生 中下秋冬四季 三宗 三宗 三宗